大家好,我是大雷 这一屋现在能正常的起诉了 但是这门呢,他一直也没来安 今天好不容易来了 我有点用我的那个 我家这个车去接他们 他们那个小车过不来 因为现在修路,道路特别不好走 那小车那个底盘都得给挂坏了 要是过来的话 我这个50它底盘还能高点 还能强点 这刚向了一面 全是水泡 这小车到这就容易霧的 再一个不知道深浅 这就是新修的道路 这个就是辅道 主要就是辅道难走 这个垫的不是那么特别平 这边这就修呢 这就是大机器 他们在这儿 把东西都装这个上手就行 还行没有大劲了 没有大劲 现在接到人了 往回反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就跟躺客一样的 跟躺客一样 跟躺客一样 你听到吗 躺客也不行啊 水又水又泥 简称水泥道啊 哎呦我的妈呀 好 到地方了 开始干活 然后前两天我还办了这些傻事 烤的时候没注意 把这天棚给烤坏了 灯灰坏了 对灯灶烤坏了 灯没啥事 但是天棚凑凑了 这地方有的都开缝了 缝特别大 跟那边都不一样 不要让行 啊这缝呢 都是烤出来的 烤了三个小时大火 哈哈 对对对对 别方烤头了 怎么就好 先摆好 没球 没球还认识你 不要飞飞 我都想想飞飞 开始安门了 一会儿安两个好的 看看什么样 这边有这个 整个门呢 还有这个门 还有这个门 别这么坏开 其实这里面有行 要是洗手啥 那边要进去 一推不打 所以这样 好远 哈哈 哈哈 算数了哈 应该往里开 闹心了 这可啥的 没整过这玩意 不太懂呢 这会儿都安上了 这是刚画玻璃的 这柜子已经安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安门把手了 啊 这个就是安完之后的样子 好看吧 接下来我们现在 用这个叉叉米了 什么叉叉啊 这就是安完之后的样子 好看吧 这就是安完之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现在 这个叉叉米了 这个叉叉玻璃之后的 拌至柜子 很多放这个 接下来准备按这个软包来 面是这行 诶 好像我摆的不对吗 我都买的 哦哦哦哦知道了知道了 来来来来来 真是明白了 这已经要粘上一些了 看不见 行吗这个 嗯 怎么样看见 还不行 这是不是超那么好 到时候整上那个有那磨砂的东西贴上就行了 它没有这种割的直接就带着呢 好像是没有 当时我要了它好像没整那样呢 这小康边现在已经整完了 这软包 包完就是这样的事 这底线看不 好看多了吧这回 最后一样活 把这棚 开了 就完事了 看一下 除了这块再往来扔凉 行 这已经都卸完了 现在开始往回按了 这是新买的片 有 给它换上 最后一个条 按满了 又恢复不出了 接下来就是他们收拾东西 然后把东西给放在车上 我再给他们送回去就完事了 等过两天把这屋的收拾出来之后 再给大家细节看一下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